我们点完悬观之后,会用左手在悬观前做一个顾带的动作。 此动作之意义为何呢? 简单的说,左手的手掌心就像一面镜子。 要让我们用此自信之光向内照使自己,也就是一般所称之回光摆照,自我警察,自我检视,也是修行的开始。